大家好,欢迎点击江州司马 如今世界上还有不和中国建交的国家吗? 当然有了 比如咱的那位老邻居布丹 因为受印度的干预,至今未与中国建交 真不知道当年梁朝伟刘嘉玲怎么会跑到那里去结婚 很奇怪的是,当今世界上的几个秀真小国 居然也不跟中国建交 世界上最小的国家是哪个? 凡蒂冈,2013年的统计数据显示 这个国家只有428人 国土面积只有0.44平方公里 还没有我们老家的村子大 凡蒂冈是整个欧洲唯一没有和中国建交的国家 这是一个很宗教的国家 教皇是国家的最高元首 而宗教是一个很麻烦的东西 信多了,想法就多,迥于常人 跟咱们说不到一块去 不建交也罢 世界上第三小的国家 叫恼鲁 位于南太平洋地区 面积24平方公里 人口一万出头 它也是世界上面积最小的岛国 别看国小 这个国家可很让人头疼 刚开始跟台湾搞所谓的外交关系 后来中国给它一点好处 它宣布与台湾一刀两断 转而跟咱们建交 可是再后来台湾使出银元炮弹 它又跟台湾跑了 真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国 世界上第四小的国家叫图瓦卢 这个国家很多方面都跟脑鲁很像 都位于南太平洋地区 厌纪人口相差不多 1997年图瓦卢遭遇大风在海 中国红十字会还给它捐款一万美元 但是它至今跟中国没有建交 反正吧 南太平洋那个嘎拉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是美国大兵解放的 后来基本上都成为美国的势力范围 跟中国友好的国家不多 加勒比海地区有个秀真国 叫圣基茨和尼维斯 国土面积267平方公里 连口突破五万 是世界第八小国 说是一个国家 其实也就是几个岛屿 它是一联邦的成员之一 至今不与中国建交 通过研究世界历史 小编发现了两个规律 其一 有时候这国家越小 破事越多 越让人淡疼 其二 一般由岛屿组成的国家 好像跟中国不怎么友好 比如说那什么 日本呀 菲律宾呀 还有上面的三个